三年后的手头面对媒体啊 今天心情觉得非常重要 很舒服啊很自然 有这么严重吗 有这么严重吗 好像有呢 李翘荣2015年因阿帕契打卡风波 让他事业生活都受到影响 春前三年多后手头落脸接受苹果专访 其实没有任何埋咽 现在回头看觉得一切都很美好 如果没有因为发生打卡事件的话 我觉得可能我还是跟三年前的自己 在追求一些很盲目很虚表的东西 我记得我最崩溃的应该是 我在地检署的时候 我都很惊 包括我觉得我在面对媒体的时候 我都告诉我自己不可以落泪 那时候的事件已经严重到 我觉得有影响到我家人 包括我的孩子在学校 有遭受到一些同学的指指点点 包括我的母亲也觉得 因为女儿的这个事情 让她很抬不起头做人 事件爆发后 所有厂商将她列为拒绝网来户 甚至因她形象扣分反过来提告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我的心情是 当下是感觉不晓得明天在哪里 我真的花很多很长的一段时间 是把自己关在 我们家有个鞋柜 然后就关在里面 然后就过来那边祷告 然后就泪流满面 所以想怎么会这样 然而打卡事件过没几天 她又与身上骑士擦撞发生车祸 雪上加霜 那当下我会觉得说 我怎么那么衰 怎么又来 而且阿帕奇奇的事情 根本都还没有解决 然后就有一个陌生人呢 他很热心 他就找到我的经纪人 就约了我两次说 我希望对李倩荣传福音 可是那时候我真的觉得 我已经走投无路了 我就说好啊 就我到了那位姐妹家以后呢 一开门 姐妹欢迎我 第二个人就是黄国伦 他就弹吉他 清唱诗歌 然后我当下听的时候 我就整个眼泪的那个泪线 是飙的 哭多久 不记得了 反正就是可能鼻涕都已经到这边来了 整个就是很狼狈 那个时候哭得很狼狈 当天我就下定决心 我要认识这个新的信仰 然后我静静就走入教会的生活 然后用到这个信仰 她借要信仰走出低潮 也对人生有新的体悟 以前的我因为赚钱很容易嘛 觉得当明星 反正你就是有那个光环 有钱有闲的 就一起喝香槟 吃剩鱼片 然后想着拍照打卡 然后分享在脸书上 但是我觉得现在 当然那些朋友都还是有 可是我的生活的比例跟中心 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我会情愿多投资 在跟朋友在一起相继 吃什么不重要 但是我们的对话 是否真诚 是否有心灵交流 现在因为我在经营自己的美妆事业 那个钱很小 但是我赚得很开心 而且对我来讲 我觉得我的金钱开销 反而少很多很多 因为以前只想要买包包 然后只想吃好料 现在其实生活真的很简单 但是我觉得 我好像比以前更漂亮